對子宮喜有什麼看法? 城市嗎? 看哪? 馬農 就是... 可能... 科系聊什麼?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倩珊 好像卡表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倩珊 我們的科系聊什麼 該辦啦 一開始為什麼會想做科系呢 有種種的原因 那想知道更多的原因呢 可以看這支影片 但是 訪談的節目我做的十四... 十四 但是 訪談的節目我做的十四集 我覺得... 大家好像比較沒有那種生理其境的感覺 所以... 我出來啦 所以今天呢 就是第二季的... 所以今天就是科系聊什麼 第二季的第一集啦 第一集當然就要選一個最標誌的 最標... 你怎麼講? 最... 國文老師對不起 顯著的 最棒的 學校 我們今天呢 當然就是來到台大 這個系呢 跟我有點關 又沒有什麼太關 那就是台大自公 那我們歡迎今天的來賓 十九八七的史提 哈! 歡迎十九八七的史提 嗨 大家好 耶 你在台大自公待了多久? 呃...六年 大學部研究所四加二 哦 那我們等一下就請你來幫我們介紹一下 台大自公 好啊 欸 問題 宅男的科系 怎麼宅男 怎麼宅男 沒有宅男 不是我說的 我們先來聽聽大多數的人聽到 資公系他會有什麼看法 他會有什麼看法 你怎麼這樣看我 你才宅 首先是校口常開的小小哥們 那我想要問看看你們 就是對資公系有什麼影響 蛤? 資公系哦 我覺得他們 就是 都是 公學院男生啊 就是 可能 啊 啊 蛤? 穿著可能比較 隨性 隨性 真的隨性 生活也蠻隨性的 然後可是都是一堆腦袋很 很聰明 他們是高中生 我看你們在資公系 我們很蠻的 公學 公學就是 電腦又很厲害 電腦很厲害 你會覺得他們在裡面都找完了 很帥 OK 很好看 因為 最可能會上電 就是會出你的鏡頭很高 鏡頭會拍到 鏡頭會拍到 就是 就是 什麼? 好 我要問你就是對資公系的印象 很強 很強? 很強 為什麼?就這樣 對 很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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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配舞 你知道嗎? 真的假的 我沒有找到一組高中生了 我想問問看你們 你們覺得 對資公系的印象是什麼? 我不知道 再來是句典王 那我想問你們對資公系的想法是什麼? 很厲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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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怕空氣突然安靜 好 那我想問你就是對資公系有什麼看法 真的 工作時間很長有熬夜 城市嘛 好 你在裡面的知識嗎? 有些內心的知識嗎 嗯 我在乎學生 我認為 即使是 胡 resin 有很多嗎 用身邊在鑽 用身邊在鑽 為什麼他們長相呢 宅 宅宅的意思 好 多的 要眼鏡 要眼鏡 頭髮亂亂 不怎麼整理 好 那我要問你們 對於子宮系的印象如何 子宮系喔 電腦很強 電腦很強 會寫程式 呃 美女多吧 子宮系美女多 那我要問一問看你們 就是對子宮系的印象是什麼 子宮系 理科男生 嗯 理科男生是什麼意思 就是很無聊 哈哈哈哈 很窄 天啊 我這樣 我這樣可以嗎 我要再課 好吧 要帶我們介紹哪裡 好的 我們今天來到戲館裡面 戲館其實也是蠻無聊 就是上課的地方 嗯 所以一樓就是很多很多的教室 你們戲館也是 棒 好像很實際 對不起 那我們就去二樓看看吧 Go 好 為什麼我們要停在這裡 因為這棟樓其實有一個很酷的地方 它是先蓋好一半 然後隔了好幾年才蓋另外一半 為什麼要這樣 先蓋之旅 嗯 應該是因為美景 哈哈哈哈 子宮系是一個正方形的建築 然後中間是一個中空的狀態 中庭 哦 中庭 那所以它現在剛好一半是這樣子欠一半嗎 不是喔 超智障的耶 你才智障 這是我們對面 跟我們左邊這一側 這兩個是先蓋好了 然後我們現在腳踩的這一側 跟後面那一側是新的 所以我們稱為新管跟舊管 哦 沒錯 那我們過去那邊看看 好 走吧 我又跳出來了 我又再回去了 哎 怎麼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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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跳出來了 打我們的 我又跳出來了 我們現在在V1 這是什麼地方 這是學生自治區 哈哈哈哈 這裡是什麼都有是嗎 對啊 好啊 那我們去看看 GO 我們有一點 夠了 發炒 Been 快 送 煾 子 - 去吧! 我们刚刚在自治区呢 找到一个正在念说的学弟 学弟好 - 嗨 大家好 你怎么称呼? - 我叫做少奇 少奇好 你今天很大吉 - 我今天很大一 呵呵 大一是不是 子宫系大一跟 不是子宫系的我 我们今天要来请师弟 教我们一些子宫的 一些基本的知识 再考考我们 少奇怕了吗? - 好怕 - 哈哈哈 - 哈哈哈 - 那我们开始吧 对于这东西来讲呢 数学是很重要的 还有逻辑是很重要的 我们知道电脑啊 做很多运算是很快的 CPU - 还是数据 一下就 哈哈哈 CPU一下就可以算完东西嘛 比如说25乘以325 多少 - 不知道 电脑可以一下就算出来 对 所以我们现在假设 我们现在要做一个 连续的乘方 也就是次方 举例来说5好了 我们要把5 一直乘5 乘5 - 嗯哼 所以5的平方是多少 25 5的三次方 125 5的四次方 谁知道 - 哈哈哈 - 这就是人类到 - 65 - 625 - 对 人类差不多到这边 就要开始运算很久 - 对 - 但电脑呢 我们假设它 乘法的时间 都是瞬间 所以我们现在假设 电脑做一次乘法 需要的时间是 叫TM - 好 - 请问 我如果要算5的 三次方 需要几个TM - 两个TM - 我如果要算5的 100次方 需要几个TM - 99 - 99个TM - 你回答太快了 哈哈哈 但是呢 我们资工系写程式 - 不是只要写出来就好 - 我们要写得好 - 写得快 - 请问 - 有没有什么办法 - 能够 - 不用99个TM - 你就算完5的100次方 - 能够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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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为什么 - 拿到鞋子 - 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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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所以这其实是一个 - 资工性很重要的点 - 就是我们要去研究 - 我程式是怎样写最有效率 - 那我的效率是在乎的是时间 - 还是储存空间 - 所以像我们刚刚那个做法 - 好 我们储存空间就要用很大很大 - 时间就可以省下 - 哦 - OK - 如果今天我储存空间完全不要 - 我就是用最努顿的方法 - 一直乘5 一直乘5 - 我不需要储存 - 任何东西都不需要存 - 我只要乘994 - 就可以达到140 - 这时候代表我空间有限 - 我时间不重要 - 我可以乘很久 - OK - 走 - 好啦 当然还是要来访问一下实题 - 当初为什么会选资工性 - 那时候在选田志愿的时候 - 我觉得资工性是一个蛮酷的地方 - 因为它可以用几行程式码 - 它可以建造出一个虚拟的东西 - 虚拟的世界 - 然后可以指使电脑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 - 那这样听起来也算是因为兴趣而选择的科系 - 对 - 那你进了这个科系之后 - 你有没有发现有什么地方 - 是跟你原本想象的可能不太一样 - 跟我想象的一模一样 - 作业很重 - 需要熬夜写程式 - 作业很多啊 考试很难 - 但是你如果做得好的话 - 成就感还蛮高的 - 因为你可以用电脑达到很多 - 你没办法用手 - 人的手达到的事情 - 我突然觉得有一件 - 就是大家可能没有想过 - 自工性会遇到的困难 - 就是考试的时候其实很难做 - 作业也很难超别人的 - 因为它没有标准答案 - 你的程式你要有自己的逻辑 - 对 如果是程式码作业的话 - 有抓超齐的程式 - 它直接把你的程式码下去比对 - 马上可以告诉你谁跟谁是超齐的 - 这三个人是超彼此的 - 题目是这样有这么多种写法 - 每个人写出来都不一样 - 比如说一个整数 - 宣告在这边 - 每个人一定会不一样 - 名字也会取不一样 - 这工里面一些比较著名的科目有哪些 -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数学课 - 跟一些跟电脑相关的课程 - 有学微积分吗 - 有微积分 - 为什么又要微积分 - 微积分很多地方很有用啊 - 那你们是用算吗 - 你们不是都应该用电脑吗 - 你要知道你要对电脑下什么指令 - 要教他做什么事情 - 比如说我今天要算一个线性回归 - 那我不是就要数学很强 - 我才能教电脑做 - 我不用手算 - 但是我要会算 - 教电脑算 - 所以你们从大一开始就要直接找程式 - 对 - 从第一个学期就开始写程式 - 有考试是要考写出一个程式吗 - 它是有限时 - 然后你们带电脑进去吗 - 对 像自己考 - 那有些是用电脑教师 - 不是自己带电脑 - 比如说我告诉你身份证字号怎么验证 - 那请你帮我写一个程式 - 我现在想要验证100组的身份证字号 - 哪些是正确的身份证号 - 哪些不是 - 那就要写出来这个判断 - 那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 资工系就会觉得你们之后 - 很多人会去当害客 - 有这种事吗 - 有 但很少 - 比例不是很大的 - 现在是因为你有道德观 - 所以你不会去做这件事 - 但如果今天真的有人有需求 - 是有办法有这能力去害别人的吗 - 呃 - 非法事情不要做 - 但害客不一定是非法的哦 - 有白帽害客这种东西 - 就是它是去专门测试各个系统的安全漏洞 - 然后去回报给处理那个系统的人 - 那所以它是做善事吗 - 是在做善事 - 其实hack这个字本身并不是坏的 - 它没有好没有坏 hack指的是你用一些非常见的管道 - 去达到你的目的 - 叫做hack - 你之前要念资工的时候 - 你有没有想过你未来的出入 - 会是像什么样子 - 未来的出入 - 我那时候其实想象就是当一个软体工程师 - 那你现在是什么 - 软体工程师 - 哇 你真的是整个顺利指的 - 完全没有走叉 - 但我要澄清一下 - 每走偏指的是你的起点跟终点是你预期 - 那你中间是不是这样子 - 还是一直偏一直偏 - 然后倒回来 - 你有被盪吗 - 我有被盪 - 真假的你被盪什么 - 但我不想说 - 没有啦 - 我被盪的是国文吧 - 所以资工系出来之后 - 除了软体工程师以外 - 还有其他人会去哪些 - 很多啊 - 你可能是IT部门 - 台湾讲的IT部门 - 就是做一些资讯安全啊 - 或是装置管理啊 - 或是你可以去当资料科学家 - 因为现在ML很行嘛 - 就是Machine Learning - 机器学习深度学习很行 - 所以很多人会走资料科学家 - 有没有什么 - 你觉得想要念资工的人 - 他们通常都会具备怎样的特技 - 呃 我觉得 - 宅吗 - 你才宅你全家都宅 - 不好意思 - 让我们怀念他 - 如果你想要比较轻松的读这个科系的话 - 你的数学逻辑跟英文要好 - 这三项 - 英文也要好 - 对 英文要好 - 呃 除了原文书以外 - 你可能查资料很多都是英文 - 那种资料会比较通负一点 - 然后写程式其实很多程式 - 它就长得很像英文啊 - 你刚刚说哪句话 - 数学逻辑英文 - 哼 数学应该很好 - 好令人意外 - 我不知道数学要 - 图像处理 - 那数学要很好 - 机器学习 - 深度学习 - 数学也要很好 - 其实大部分数学都要很好 - 因为我这样听起来 - 我会觉得如果我今天是个高中生 - 然后我高中的数学很好 - 我并不会觉得我很适合念子宫 - 你要对数学是有兴趣的 - 数学我们叫数感 - 数感要好 - 又来了又是数感 - 数学系有讲过数感 - 数学系 - 对 - 那这样听起来的话 - 如果一个高中生 - 他在判断说 - 他自己适不适合念子宫 - 除了他自己有没有兴趣以外 - 如果以学科来看的话 - 感觉是比较注重数学 - 而不是理化 - 对 - 没错 - 所以其实物理什么的 - 其实比较 - 如果相对数学来讲 - 其实没有那么重要 - 在此处理 - 没错 - 就是自然科 - 还是要有一点点的基础 - 但是其实主要还是 - 着重在数学 - 对 - 跟逻辑 - 比如说你之后想要写游戏 - 你需要知道物理碰撞 - 它会发生什么事情吗 - 游戏当中不是会碰撞 - 类似啊 - 或是CS - 你那个子弹射出去 - 它会是一个 - 其实是一个跑路线之类的 - 哦 - 那些力啊 - 你都要加进去你的运算里面 - 你才会做出更真实的游戏体验 - 谢谢史蒂 - 谢谢大家 - 谢谢史蒂来跟我们分享 - 子宫系 - 谢谢 - 然后这也是我第一次尝试 - 就是在外景 - 然后我们今天搞得非常的辛苦 - 很困难 - 然后我们两个都没吃东西 - 不知道在干嘛 - 饿了一准天 - 现在是傍晚 - 没有太阳的时间 - 对 -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订阅 - 然后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 记得帮我按个喜欢 - 然后还有订阅1987 - 那我接下来也会分享各个科系 - 然后也希望我可以这样子 - 一个一个去体验每个科系 - 它们不一样在哪里 - 然后有趣的地方 - 辛苦的地方 - 如果想要看我去哪一个学校 - 哪一个科系 - 访问谁 - 都可以在底下留言哦 - 那我们下次见啦 - 拜拜 - 拜拜 - 嗨 - 嗨 - 你好 - 很好 - 你好 - 我很好 - 我很好 - 呀 - 阿们是10thi - 阿们是10thi